也有人想問一下石油股的chartroom留言 中石油857 什麼位置可以進入呢? 這一期的油價都蠻波動的 其實大約去到九十多元 其實去到九十元那邊呢 又回到一點點上來 有一輪 左一輪又上來 有一輪又炒過油 我就去放在旗油多一點 但是油價下來了 就是開始下來了之後就沒有再做了 就是平了那些耗瘡 最主要下來了的原因 除了供應那邊 有很多不時有些政治方面的因素 究竟可不可以增產 究竟伊朗那些問題是怎樣 敘利亞又會不會爆發內戰 這個是其中一個 但是另一個 就是令到油價這樣壓下來的因素 主要就是經濟那方面的憂慮 就是都是一個risk off的象徵 就有百多元錄下來 其中一個有壓住的 就是有特別影響的數據 是中國方面的數據 因為之前中國出的經濟數據 都比預期之中還要差 那中國始終是一個最大的入口國 所以這裡會影響到油價 但是油股呢 相對比油價是硬正很多的 這個也可以說是反映著市場 對於油價的原油期貨 軟期的走勢的一個樂觀的現象 就是因為你油價不是狂跌下去 你站在高位100附近 其實穿了100 那100附近你貓還有90幾 那還算是高位 都還可以令到市場 對於油企的盈利有個樂觀點的憧憬 但是比較敏感一些 還有跟到油價 還有強一些 港股裡面就不是一個857 那是883的 那如果是想撐的話 可以關注一下這一隻 尤其是如果是有個 減強的股份的角度 那883會是強一點 那如果883的話 那個防守位置可以用回7月底 那9.32的